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酒氣這個商代的一個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建價 30萬元 還不錯 最新房還要30萬 所以他這個真的是商代的 我不敢說他是商代的 因為說真的我看不到商代 可是他絕對不是現在新房品 這已經算難得了 我們節目裡面有曾古董來 已經算很... 算是很難得了 200萬 叫人200萬 叫人30萬 你吃 娃娃姐 你不要怎麼說 他什麼東西都沒給你 是料200萬的 人家都已經走到台上了 都不懂得 你這人真要事 給他一個30萬 對不對 不錯... 我大概講一下 因為這個的確是一個殘器 因為真正的有來講的話 第一個它有蓋子嘛 蓋子上面又有鈕 然後再來上面還有一個提樑 當然那樣子才是一個 所謂的完整器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說像這種有來講的話 真正要值錢的 真的你要能夠很值錢的話 大概要長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商晚期的有 在去年的香港拍了 大概一億五千萬台幣 對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明顯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就是這個文士來講 它是滿宮 青銅器的滿宮 對於它的加分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你要賣到天價的青銅器 第一個不可能太素的啦 你是薄胎又是素的 價錢不可能很高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要創天價 第一個是滿宮 第二個大家看到旁邊 有這個突出的這個地方 這叫做初擠 有初擠的這個地方 張牙五爪 這種初擠的這個部分 又對它又是加分 然後再來還有它旁邊的 這個提樑旁邊的 有這個所謂的壽鈕 就是有壽鈕 饕餐 或者是一些也瘦的壽鈕 像這樣子的這種文士來講 對它也是加分 所以像這種東西 你要值錢的話 其實它需要很多的一個 公益的一個條件 我看你拿的這個是拍了多少錢 拍了一億多是不是 對 三千七百九十五萬港幣 拍了一億五千多萬台幣 好 這一億五千多萬台幣的話 它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有對不對 對 蓋子 鈕 還有提樑都有 那怎麼辦呢 它現在這個都沒有 所以它這個現在就變成一種 算是殘劍了 那這個殘劍來講 殘劍可是它保留的是最大那一塊 可是問題是不是這樣子講 那以五千萬的話 我們最起碼五千萬不要 我們還有一億 對不對 因為現在在文物市場是這樣子講 就是有很多人會有拿一些老東西 覺得好像就很值錢 可是問題你今天老東西 假設你今天是汝瑤 那一件十億的 那也是殘劍 也修得一塌糊塗 可是因為就那一件 所以它會值錢 可是假設你只是老的話 可是殘的話 基本上來講 它是不太適合上拍的 拍賣公司也不太收的 像這個的話 拍賣公司不會收 不太會收的 因為像這樣等於變成一個標本 類似像這種標本殘劍 它比較適合在網拍 或者是在古董店流通 它不是那麼適合去上拍賣 它這個是最低的一個 最低的價格是30萬是不是 還是它還有 它有沒有機會到更高的一個價值 如果說它真的是有一個年代的話 那這個就要看現場的藏家 來競標的狀況 可是說真的 因為它現在已經就是說 把它的整個銅鏽 各方面都已經整理得很乾淨了 對 再加上它 這個對它來講其實是扣分 扣分 對 因為有點可惜 不是越亮越好 其實不是耶 尤其是像什麼古玉來講的話 你把它磨得亮亮的那個價錢 這個其實就是要看它那個古董的樣子 有那個銅鏽的一個味道 你看像這個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叫做蕭油 這個蕭油你看很可愛 對 它就是那個鳥的形狀 那我講過 像這種東西這是博物館的啦 那假如說是要出來的話 也絕對會是天價 這個好可愛 這裡像卡通 對 因為你看它滿工嘛 你看它滿滿的 都是這樣子的滿工 而且它的這整個造型來講的話 都非常的特殊 對啊 所以這種 像這一類的物件還有一件 在山西博物館的這件也很可愛 對 那這樣這種的有要高價 第一個要滿工啦 授紐啦 而且所有的配件都要完整啦 這樣子才有可能會有高價 不過我覺得你這個已經很難得了 還能夠保存到現在 而且它即便是殘件的話 它其實還是有一個意義在 那沒關係 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像電視機前面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們家如果有那個體涼 有那個蓋子的話 麻煩跟李先生聯絡 他在找他失散的這個物件 好 接下來有兩個如意 這兩個如意的話 我很感興趣 因為這兩個如意看起來的話 非常的像 當時是一起買的啦 這是一對 應該也不能算一對 因為只是說當時是一塊買的 你在哪裡買 在連內 台中聯美玉士 好 可是玉士 為什麼會賣這個啊 這個是玉喔 對 應該是和田玉吧 好 這個是一個米樂佛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這邊呢 這個是一個點壺 另外還有底下這邊一個 這個是什麼 花盆 它這些器皿都感覺好像是 八寶裡面的東西 對 有一點那個味道 有那個味道 好 這個是如意 然後另外呢 它這一個呢 是整個是木作的 我剛拿起來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它很重 結果沒有想到它非常的輕 這整個都是木作的 好 它的形狀呢是這樣子 所以 形狀還滿漂亮的耶 很漂亮 而且它旁邊的雕工 也都還雕得不錯 上面有雕了那個桃子跟蝙蝠 在上面 我比較怕的是 如果按照重量來看的話 它真的有點輕耶 如果按照玉石的話 應該不至於那麼輕 它會輕是因為它的這個玉本身很薄 很薄啊 可是我感覺起來有厚度耶 沒有 真的 真的那個三香的那個 假設比較厚的話 你從旁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那種膨度厚度 它會這麼輕 最主要是它的玉本身很薄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玉如玉呢 這個買入價格 我們給它拆啦 大概10萬好了 10萬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5萬元 為什麼只有5萬 你虧到20幾年前 這個不是和田玉嗎 它是天然玉 可是我是不認為它是和田玉啦 對 因為它的這個 從它的那個色澤 還有它裡面的玉花來講的話 因為和田玉就不太是長這個樣子啦 對 那這一件作品 其實有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就是它本身的玉質 這就並不是說很好 因為假設我們看到比較好的 這種所謂三香嘛 有三個字叫三香如意的話 真的好的這種白玉來講的話 它是第一個 它很膨很厚 很重 說真的 比這個會重很多 第二個就是雕工的問題 因為玉雕還是很重要 那這個雕工來講的話 基本上都是屬於民意級的那種雕工 並不是說是很精緻的雕工 那再來來講 就是它的這個木頭的部分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全新的作品 因為它完全沒有包漿皮殼 因為木頭的東西 假設經過年代它會有一個包漿 那它是完全沒有包漿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木紋上面的這些文式 也都非常的粗糙 對 它並不是很細緻的一種科法 那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假設今天在拍賣市場上面來講 這種如意其實是常常出現的 可是這個如意來講的話 假設要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價錢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大概都是要整支都是白玉的 整支是白玉 對 整支是白玉這樣子的如意 它的價錢才會高 像這樣子的如意就是 那它那個玉的話 也是和田玉是不是 對 假設你是整支是和田白玉 清乾隆的話 這樣子一支大概都要1000多萬以上 對 那這支 好 這一個的話是在清乾隆的 這個白玉如意 對 這個是我們故宮的場面 那它是放在故宮裡面的 對 這個故宮裡 故宮裡面很多這一類的東西 那假設你今天要在國際拍場上面 就是說要買玉如意 要有好的價錢 就要這一類的品項價錢才會好 三箱的價錢都沒有整支 整支這個白玉的價錢好 你那個是白玉嘛 對不對 對 整支白玉的 也有清玉啊 也有其他的 可是白玉價錢最好 我們這邊也有玉啊 我們也有用玉做的這個如意啊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又不一樣了喔 這個就很重了 這個不是木頭的 我本來還以為是木頭的 結果不是喔 這個是什麼材質啊 也許是和田玉 和田玉 你不要每一個都是和田玉啊 只要不是北水都是和田玉 他的重量讓我感覺是 那可能在明清的時候 做反顧的 我請問一下喔 這個東西如果要花我 要花我一萬塊 我都要考慮很久 人各有志啦 你要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願意花十萬塊 有時候 你要告訴大家說 你清場他到哪裡啊 我爸爸喜歡如意 然後有 我們很 他 我們有很多如意的擺件 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大大小小 但是說實在他的雕工很粗糙耶 這個啊 你看 阿總 不要這樣 你如果把他當作古董來看的話 那就又另當別論了 所以我就想說 你這如果要花十萬塊 下去買的話其實 可能當時被銷售的人員感動了吧 銷售的人員感動了 他是怎麼說這一件的 他說這是仿紅山文化的啊 後來覺得工不可能 那時候很流行老鈺啦 是 他的重量還差不多啊 所以這個買應該 應該有十幾年前買了吧 應該不是最近買的 因為古鈺大概十幾年前比較流行 對 它有一陣子很流行古鈺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紅山文化的鈺如意 目前上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五千元 摸到知道喔 我看起來就知道了 我沒騙你 那麵師好像現在的你知道 好像灌漿嗎 灌模子的啊 不好意思說啦 娃娃姐妳不要這樣 人家已經有到傷心了 妳又跟人家... 老是人家說老是我的 真的叫妳老爸喔 要改錢 沒猜人的蜜 謝謝... 不會啦... 人家又好啦 對 好 來 這個佩宇 她不會是和田玉啦 因為假設真的是和田玉 她也沒有必要把它染成 染成黑成這個樣子嘛 因為妳光是露出和田玉料 本身就有錢啦 不需要把它弄成黑漆漆的 所以像這樣子這一件來講 因為說真的 它外面已經染色染到 我根本看不出來裡面的 其實早期他們可能為了要做 就防苦 他們就把它故意染成這個樣子啊 妳那時候如果真的是那種 剛剛靜靜的玉的話 人家還不喜歡 不需要這樣 那我猜是 真的是不太好的玉石 然後它要遮掩它的那個 原本的那個色澤 所以就把它做 所謂古玉防骨的方式 全部染黑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 則是這一個 流金的一個觀音 那這是怎麼來的 這個也是在那個聯美玉石買的 那時候是幾年前啊 20年前吧 那這個應該有 這個應該沒有年代吧 這個... 這應該是近代的吧 應該是吧 好 這個劉金桶呢 當時花的價格呢 青草 也許是青草的 青草那時候會做這種 藏傳文化 不是 他會做到 做到這種兩件事的嗎 我不知道 青草會 會有 明代就有了 明代就有了 這邊啊 明代那背光是可以拿起來的 可以拿起來的 它有個插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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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做的 這是同做的 好 來 您自己估呢 30萬 30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劉金的一個觀音像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15萬 為什麼 我要講 第一個我要講 它不是古董 它絕對是現代工藝品 對 因為你光是看那個 波羅蜜多心經 變成背光 古代沒有這種做法 古代的背光不會去雕心經 所以這個就是現代工藝的一個做法 可是因為說真的 像這幾十年來原物料漲價 你說一個銅的一個物件來講 就是說 而且還流金 你說就它的一個工料來講 你說十幾萬大概也是要的 對 那這一件之所以沒有說 這是剛才我們講的 你有什麼幾千萬的天價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年代的問題 因為它年代 它是現代的工藝品 那再來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的一個所謂的行制 它的這種自在觀音 像這樣子的一個行制 還是屬於一個 就是所謂中原的 就是中原的這樣子的一個行制 那個就是藏傳佛教 對 就是藏傳佛教 永樂宣德的觀音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這種行制 就是一個扭腰 還有一個它的一個 你看這個 它最美的就是它的這個扭腰 這樣子的一個線條 它的陰落 還有它的一個整個行制 可以看得出來 是跟這一件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像這一類的 才會有天價 因為每一個... 其實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年代的佛像 它其實是長得不太一樣的 那像這個佛像的話 對 跟地區也不太一樣 你相信這個的話呢 其實很近代 那個儀太很近代 而且那個儀太也很台灣 台式的 很台式的觀音 對 你要是中國大陸的觀音 又不一樣了 對 真的喔 我不騙你喔 這兩邊的地方的話 剛剛講到地區也不太一樣 像這個的話呢 大部分都是藏區出來的 對 西藏的 西藏是藏區那邊出來的佛像 對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對 西藏的 對 西藏的 對